另外等你来看到APEC台湾代表林信义跟美国总统拜登握手对谈 除了感谢拜登对台美关系的贡献 也邀请他将来方便时能够访问台湾 日本首相石破茂向中共党魁提出了在华日本学童惨遭杀害的案件 也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对于国际社会至关重要 APEC台湾代表林信义在秘鲁APEC峰会上与美国总统拜登握手谈话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当时也在身旁 林信义感谢拜登过去四年对台美关系的贡献 也邀请他未来访问台湾 晚上各国领袖欣赏秘鲁特色演出 拜登与林信义中间是泰国总理贝东塔 林信义和中共党魁距离遥远 双方并无互动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借此机会 向中共党魁提出共军在东海活动的关切 也谈到了日本学童在深圳惨遭杀害的案件 超えて会談におきましては 東シナ海情勢や中国軍の中国人民解放軍の活動の活発化を 極めて有料しておるという旨を私から伝えました 新鲜の日本人学校児童殺傷事件につきましても 石破茂也強調台海和平穩定 对国际社会极为重要 在与美中各国领袖会面之后 石破茂在个人的社群平台 并没有贴出与中共党魁的合照 却连发三篇与拜登合照的画面与贴文 还多次强调 美日同盟坚不可摧 也会和南韩携手合作处理北韩问题 新鲜雅台电视江紫阳編译